邓丽君轮回转世投胎再来吗? 泰国17岁少女轰动中国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轮回转世的例子持续在世界各地被发现 六道轮回投胎转世是真实存在的 以下是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歌手排名第八的邓丽君 与一位当时年仅七岁 但几乎唱片邓丽君的所有歌曲的泰国小女孩的神似之处 轮回转世之说令人不能不相信 泰国17岁少女朗嘎拉姆轰动了全中国 许多人纷纷惊呼 莫非她是邓丽君轮回转世来的 以下是邓丽君的一些生平事迹 邓丽君是海峡两岸及亚洲其他地区 有广大影响力的指标性音乐人物 邓丽君对华人社会影响甚至 诗人圣语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台湾香港歌坛分别颁发金曲奖特别贡献奖 以纪念一代巨星的光荣成就 中国大陆中国网票选其为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平起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华人歌手 由于邓丽君毕生致力慰问中华民国国军官兵 又有永远的军中情人之位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云林县 是台湾歌唱家 1967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开始其歌唱生涯 1969年因演唱联戏剧 《晶晶》的同名主题曲而在台湾成名 1974年凭借日文歌曲《空港》 获得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 1976年与香港举行首次个人演唱会 1980年当选台湾金钟奖首位最佳女歌星 1983年举行华人歌手首次巡回演唱会 1987年起承办隐居状态并淡出乐坛 1995年5月8日因哮喘突发在泰国清迈 魅斌酒店逝世享年42岁 2007年邓丽君成为日本古鹤镇南音乐博物馆 大众音乐殿堂表彰者 在几年前 泰国16岁少女朗嘎拉姆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 演唱了一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 惊呆了听众 朗嘎拉姆除了声音残眠动人外 连相貌也与邓丽君长得惊人的相似 这不禁让人联想 莫非她是邓丽君轮回转世来的吗 周杰伦问她 除了唱邓丽君的歌曲外 还有没有听谁的歌曲 这个小女孩说 有啊 就是你的千里之外 当时周杰伦二然 然后周杰伦突然唤起回忆 说她演唱会曾和邓丽君隔着时空合唱过一首歌 是对邓丽君小姐的致敬 这首歌曲就是千里之外 朗嘎拉姆受访时透露 她梦到自己去到邓丽君长眠之处云渊 让人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只要是邓丽君的所有歌曲 不管是什么语言 包括粤语 米南语 国语 日语 英文 只要听三遍 她就全部都会了 朗嘎拉姆出生在泰国 今年只有17岁 独自一人在中国留学的她 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外 每个周六晚上都会到北京石井山区 台湾街的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去唱歌 在这个小小舞台上 在所有模仿邓丽君的歌者中 她是唯一的外国人 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七岁那年爸妈旅游回家 顺道买了几片邓丽君的CD回来 她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 这个不会说一句中文的小姑娘拉姆 居然很快就能完整的演唱 甜蜜蜜等二十几首歌曲 甚至能说出一些关于 邓丽君的有关的事情 惊呆了父母和身边的人 从那时起 她就觉得自己在冥冥之中 和这位一代歌后邓丽君 有某种微妙的关系 为了探寻这究竟 她告诉爸爸妈妈 她想去中国学中文 想找寻邓丽君留下的记忆 想知道自己在唱些什么 不幸的是爸爸的过世 家庭的变故 一度让她的梦想搁浅 直到14岁的那一年寒假 她终于如愿以偿 来到邓丽君曾经最喜欢的泰国小城清迈 在邓丽君过世的酒店房间 她伤感落泪 1995年5月8日 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去世 享年42岁 警方对外公布 称邓丽君是哮喘病 突发猝死 神奇的是 1995年5月8日 邓丽君 气喘 猝是于泰国清迈 而朗嘎拉姆的生日 正是1999年的5月8日 朗嘎拉姆的发音和讲话方式 都和邓丽君非常相似 完全听不出泰国口音 她圆润的脸蛋和甜美的笑容 也和邓丽君几乎如出一策 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 为了实现邓丽君未曾到大陆开演唱会的遗憾 弄了个11个掌声 纪念邓丽君3D巡回演唱会 除了还原邓丽君的演唱之外 演唱会也邀请了 朗嘎拉姆作为嘉宾 参加深军战的演出 朗嘎拉姆对邓丽君歌曲的诠释 与原唱相似度极高 他具有天赋异禀的赏音 朗嘎拉姆因为声音和容貌上 与邓丽君的神似 他被称为小邓丽君 朗嘎拉姆虽然最擅长的是邓丽君的歌 但他的音乐风格其实并不局限 那么邓丽君怎么去世的呢 邓丽君死亡的真相是什么呢 1995年5月8日 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宇室长辞 享年42岁 有报导称 他是因为突发气喘而死 但坊间有传闻称 邓丽君死前脸上有长痕 不过由于外籍男友保罗 要求遗体完整 当时并没有进行遗体解剖 一代歌后真正的死因至今 仍然是个谜 据报道 清迈魅宾饭店15楼的一间贵宾房 是邓丽君告别人事的最后一战 1994年12月跨年夜 邓丽君在清迈饭店餐厅 登台高歌和大家同乐 但是谁也想不到相隔不到半年 一代巨星会在饭店气喘病 发气喘病发猝死一箱 饭店工作人员回忆着 邓丽君从房间跑出来 就在这里摔倒的 服务生立刻扶起他 拿汤匙往他嘴里塞 避免咬到舌头 然后就进去电梯下楼往医院送 送医急救却遇到下班时间 大塞车长达20分钟的车程 阻断了邓丽君最后一线生机 来到清迈莱姆医院急诊室 医师回忆当年急救过程 翻开邓丽君在医院的病例 上面还可以清楚看到 发疾男友保罗当时写下 要求保持遗体完整的刺激 坊间传说 邓丽君脸部有掌痕 怀疑他并非死于气喘 医护人员则表示 没有瘀青也没有任何外伤 虽然坚持没有发现外伤 但是医师也十分后悔 当初没有坚持解剖相验 确认邓丽君的死因 医护人员表示 邓丽君在这种情况下死 我认为应该解剖相验 急救他的泰国医生 只是因为邓丽君的男友签署 要求不得解剖遗体 因此只好就以往病例来判断 邓丽君应该是死于气喘病发 1995年5月8日 邓丽君传奇的医生 在泰国清迈这家医院画下据点 由于当时遗体并没有解剖 真正死因也就成为永远的一个谜 87年之后 邓丽君身体每况愈下 尤其是累出了肾病 一用力唱歌就会很疼 所以改变了唱歌的方式 不再用单填音 就是为了缓解身体的疼痛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邓丽君决定办退休 由于病情比较严重 所以邓丽君经常使用含有激素的药物 缓解病情 所以身材开始水重 但是又要演出 为了给观众好的形象 就迅速减肥 这样经常忽胖忽瘦 对身体危害最大了 94年冬天 邓丽君得了感冒 之后一直没有好 从而演变成哮喘 真的是病上加病 而当时保罗才20出头岁 小男孩似的被邓丽君冲着 而且很爱抽烟 邓丽君说了很多次 他还是戒不掉 这更不利于邓丽君的病情 邓丽君哮喘突发时 保罗刚好歪出 身边没有人 而且送去医院途中塞车 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邓丽君是因为哮喘病发 导致急性心脏病处逝的 但是也是因为邓丽君工作 劳累过度 提早消耗元气 导致后期身体状况不佳 一代割后就这样香消欲允 感叹生命的无常与神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